不过梅雨到来呢 全台湾也进入了灰指甲的高峰期了 最近一下针对皮肤科医师的调查发现 灰指甲就医的女性患者是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 医师不排除呢 是女性朋友们越来越爱穿雨靴所导致的 医师说呢 灰指甲患者是以五六十岁以上的长者为主 但是现在的年龄层是逐渐的下降 所以推测应该是跟生活习惯有关系 尤其现在是否梅雨季 许多年轻女性又喜欢穿雨靴 医生特别提醒雨靴呢 比较不透气 脚底没有保持干燥是很容易感染霉菌的 所以大家如果穿雨靴的话 可以在办公室 或者是任何你的工作场所的地方 放上一个比较痛的凉弦 会比较不会感染霉菌